这是我第一个城市在中国 我已在中国至少三年 我到这城市 我看到这城市最有点强烈的事 我看到这城市是 它非常创造 它并不是像城市 它并像城市 近日 山西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国际学生 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留家补村 参观该村设施农业 试穿中国传统服饰 学习陶艺 漆艺 体验舞狮 鼓乐 火燎等飞夷记忆 留家补村去太原市区约30公里 近年来 该村深挖农耕文化 民俗文化 五十余座飞夷项目院落散布村中 给巴基斯坦学生王守福留下深刻印象 可能是因为它很近台湾的地区 所以可能是为了为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非常建立的 而且 这些地区的地区 都很震撼了 像电池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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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国际学生大黑来自巴基斯坦农村 他对刘家补村的设施农业很感兴趣 在这里他发现了与他的家乡不一样的农村生活 所以有一个差距离中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村 在北京我们说的北京 在北京主要是人家居住在农村 主要是人家居住在农村 90%的人在北京主要是人家居住在农村 但是在中国人家居住在农村 不是100%或90% 大概70-80%的人在农村 但是在北京主要是人家居住在农村 在农村的农村 有些人人家居住在农村 中国人家居住在农村 他们在农村里的农村 他们在农村里的农村 他们在农村里的农村里的农村 在未来国际留学生们希望能去更多的中国农村亲身体验 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使者 他们希望中巴两国能继续加深合作 帮助巴基斯坦农民增收 我希望有不同的农村 在中国人家居住在农村 我希望看到 烧品和代入攤走 溜村 老公